你看他现在又是转了180 这样他两个动作都能做 180和360 两个一组 后摆 并腿叶格 他前面有个登杠180 登杠360 下马后端两周 540度下 不得不说 芬娜在杠上飘逸的连接十分完美 无论是难度还是完成系数 都是顶尖的存在 裁判给出了15.033分 接下来出场的则是美国选手罗斯 他选择的第一次 难度系数6.4型 高热学能的亚军 并等正涛 后跃至高杠 啪个空翻 回到低杠上 登杠回怀180 后跃至高杠 一组的换杠 并腿正涛180 接分腿的叶格尔扎杠 一定连接加0.1 因为他不是飞行接飞行 他是杠上接飞行 并掏360 前摆180是低杠倒立 这样一地连接加0.1 准备下马 准备下马